我觉得现在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3C产品 一大堆的聊天软体看起来很方便 却常常成为误解冲突的来源 上次我们的群组里面 有个人撂下一句话 你有没有同学爱啊 你竟然联合外人来欺负我 然后就退出群组了 是啊 我举一个例子 有次跟朋友用LINE聊天 我们在讨论一些禅修练习 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接着我收到贴图 看到的当下 感觉到身体快速收缩了一下 头脑胀胀的 又微微的冒火 而且起了称念 这人怎么这样没底 自己不认真读LINE 竟然嘲笑我 对啊 这种情况我也碰过 禅宗讲不立文字 可是现在几乎每天都离不开语言文字 法师可以跟我们讲讲 怎么修行啊 刚刚的例子很好 其实你看到图片 里面没有方品 也没有对方 只是一对符号 然后是自己在自导自演 是符号 是自导自演 什么意思呢 好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香蕉与卡片的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 实验室里有一台贩卖机跟一只星星 星星身上装着侦测仪器 刚开始 实验人员手里拿着一张卡片 星星没什么反应 接着 实验人员把卡片插进贩卖机 掉出一根香蕉 然后把香蕉给星星吃 重复几次以后 实验人员便把卡片给星星 然后星星也模仿着 把卡片插进贩卖机 然后他就得到一根香蕉了 当实验人员拿出卡片 星星看到卡片 便立刻连接到香蕉 因为他们侦测到 星星有流口水的反应 之后 只要看到卡片 星星就流口水 多次后 实验人员把贩卖机的香蕉清空 并把卡片拿给星星 第一次把卡片插进贩卖机 没有掉出香蕉 第二次 还是没有香蕉 第三次 第四次 多次以后 星星的反应不一样了 他拿到卡片 不再流口水 也不会再放到贩卖机了 这跟符号有什么关系 我们把卡片代表符号 香蕉代表符号所指的对象 我们会用到的符号非常多 现在来试试几样 这是卖场DM 请问大家 可以观看到电视节目吗 那只是标签而已 怎么可能看得到 大家看这三个字 吃得到苹果吗 吃不到 这三个字 跟刚刚的电视标签 很明显是符号 同意吗 可以同意 这个呢 有流口水的感觉 我也是 我有连接到 以前吃酸梅的那种 酸酸的感觉 这跟那只星星看到卡片 就连接到香蕉一样 看到吃酸梅 这三个字 我们心里 就好像经历了一次 吃酸梅的经验 然而实际上 吃苹果跟吃酸梅 这都是符号 吃苹果这三个字 不等于实际上 吃苹果的经验 吃酸梅这三个字 也不等于 实际上吃酸梅的经验 但我们经常认不清楚 星星透过学习 可以知道卡片 不等于香蕉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符号不等于对象 所以 回到这个图案 可以了解 这只是符号吗 这样好像有点清楚 但 好像还是在观念上而已 观念上 你愿意接受以后 接着 你还是要透过禅修 并以正确的支箭观察 用刚刚的例子来看 看到图片 观察到内心连接解读 观察到解读后 产生感受 观察到感受在身体 产生了那些反应 接着浮现出 这人怎么这样没礼貌的语言像 然后 这语言像 再强化感觉 图片或文字 与之后连串的感受反应 先分开来 知道那是不同的现象 这样图片及文字 你也看得懂 但不会跟之后的感受反应 混淆在一起 回复他们本来的样子 就能确认 他们只是符号 这样啊 听法师这样讲 看到厅里在放屁的那张图 本身就是自己的经验连接 然后引发一堆身心的反应 这些全是自己的 没错 这些反应其实就是自我对话 就是自导自演 符号会引发你的经验跟感受 但符号本身是中心的 并非符号里面 就带有这些经验跟感受 进步来说 吃苹果或吃酸梅 这三个字里面 其实并没有苹果 也没有酸梅 就像你的名字 也没有你 名字怎么不是我 我举一个圣言师傅的例子来说明 某某人在批评你 在哪里批评呢 就在学术会议上 指名道姓的批评 我的名字是我的师父给我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有发觉到什么吗 名字不等于人 真正的自己 是具有见闻觉知 而空气不动的心 不会因为被批评或赞美 变得缺陷或者更加美好 名字 批评的声音都是物 没有见闻觉知的功能 那是只有圣言师傅 才能不把名字当成自己 我的经验是 只要一牵扯到自己 就像顺境交一样 粘得牢牢的 就是因为粘得牢牢的 所以会感受到各种苦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的原因 禅宗祖师讲抽钉拔鞋 就是要拔掉牢牢粘住的观念 而粘得最紧的就是我 所以在阅读文字的时候 知道那只是中性的符号 符号虽能指向某件事 某个人或某种意思 但却只是个标签 而我们要观察的是 这个符号标签 在自己的身心 所引发的各种感受想法 是自己连接的 自导自演的 没错 讲火不会感觉到烧 讲兵也不会感觉到动 但我们平常连接非常快 所以必须要有一些 纸的力量来做观察 再来进一步 除了文字语言是符号以外 声音 表情 味道 这些也是符号 总括来讲 五蕴和各种有违法都是符号 都是会生灭变化的暂时现象 可以用一个字来总括 叫做相 我们常听到 于相 离相 不着相 唯有清楚那些是相 怎样是离相 怎样是着相 这样修行才会踏实 禅宗四祖道信禅师讲 净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心若不强明 望情从何起 望情记不起 真心认辩之 总结来说 第一 符号可以指涉某个人事物 但不等于那些人事物 第二 符号本身是中性的标签 里面没有某人某事某物 第三 符号的概念可扩大成有违法 而一切的有违法 都是会生灭变化的暂时现象 最后 则会探讨到 有违法跟无违法的关系 原来一个符号的概念 透过禅法的诠释 可以有这么深厚的内涵呢 日常生活中 就算涉及到文字 图片符号 这部分我们都很陌生 法师可以带我们 多体验一些吗 可以 我们改天安排一下 解释无相离相之前 首先必须先了解相是什么 形象 现象 法象都可以成为相 形象包括色 声 香 味 处的五尘 凡事可以用手去触摸 用眼睛观看 用耳的听闻的都是 现象有三种 物理现象 生理现象 及心理现象 例如 第六尘 法尘 就是心理现象 法象 则是佛法的专有名词 不论形象或是现象 都包括在法象内 以为式的白法来说 色法十一 心法八 心所有法五十一 不相应行法二十四 无违法六 无违法的相对是有违法 一百个法象之中 有九十四个有违法 只有六个是无违法 不在形象或是现象的符号之内 感谢乐 才是无缝写的 有两个有违法 净 感谢观看